好一起来看一个咱们每逢大考的时候啊都会有这么一个选择题 说首先呀告诉我们三角形的正方形等于15 圆加三角等于25 方块加上我们的圆呀等于18 现在人家问了说那你这里边三角啊正方形啊圆呀分别代表的是数字几呢 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先来观察 一共给了三个式子 我们发现把这三个式子整体加到一起之后 三角形有两个圆有两个正方形也有两个 所以当我们把三个式子加在一起 我们就得到了说两个三角形加上两个正方形再加上两个圆 我们加起来之后看一看一共是多少 15加上25速算40 40再加上18一共是58 哎那我们就知道了 两个三角形加两个正方形加两个圆等于58 如果我只要一个呢快速的除一个2 告诉我答案是多少 58除以2速算一下 结果是非常好啊 直接除以2答案是29 现在你要求的是三角形 我们找一找啊 这三个都齐了 我只求三角形那就是把圆和我们的正方形减去 于是就用29直接减去18 我们得到了第一个三角形是11 OK 那么同样的方法你也可以去算我们的正方形 我们的圆 还有一个更快的方法 你直接把三角形带到我们这个两项的式子里面 是不是更快呀 第一个 11加上方块等于15 那我们就知道方块等于4 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 我们又知道这个圆加上三角一共等于28 三角是11 那你说圆是多少 25 那你说圆是多少呀 非常好 直接出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状元体 这就是我们的状元体